你知道生前作恶多端的人死后会去哪里吗 只有一个地方 那就是地狱 注意看 这个15岁的高中生茶度 刚刚抗住了一吨重的钢筋 只是因为他拿着这只鹦鹉钢筋才会砸下来 而这只鹦鹉里面 有着一只没能成佛的魂魄 也因为这样 虚看上了这只鹦鹉 养这只鹦鹉的人 就会被虚攻击 医护 路奇亚察觉到了这次茶度背上的伤是虚弄的 普通人茶度感觉不到虚的存在 只是感觉有东西在攻击自己 此时的茶度只能无力地逃跑 虚的真面目也出现了 这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最混蛋的虚 这个虚在生前杀死了十多个人 而寄宿在鹦鹉里面 小鬼的母亲也是这个虚杀死的 在杀死小鬼妈妈的时候 一不小心摔落下了阳台 摔死了 非常不甘心成为了虚 为了惩罚那个死去的小鬼 将这个小鬼的魂魄放进了鹦鹉中 然后跟他这样说 三个月 你只要以这个模样躲开我 你的母亲就会复活 小鬼相信了 这头虚就开始狩猎 保护这个小鬼的人 茶度选择保护这个鹦鹉的时候 就已经成为这个虚的目标了 此时露奇亚追上了茶度 虚感觉露奇亚的魂魄 更加有味道 转头想去吃露奇亚了 露奇亚在一孩中 如今完全吟唱的破道33 仓火坠 对这种程度的虚 居然一点都不起作用 真是太弱了 如此弱机的露奇亚 被虚两下就搞定了 正当这头虚想要 好好品尝露奇亚味道的时候 茶度一拳直接打中了虚 并不是茶度能看见虚了 露奇亚轨道造成的伤害都要高 虚的智商也非常的高 直接飞到的天上 这样茶度的拳头 就触碰不到虚了 接下来茶度这个男人 直接徒手抱起了电线杆 用力砸向了虚 虚哪有那么容易打败 直接挟持了鹦鹉 虚可以控制自己的小弟爆炸 自己的小弟 已经附着在鹦鹉的笼子上 因为担心鹦鹉的安危 茶度不敢出手 露奇亚把虚引到了其他地方 这个时候 医护也终于赶到了 医护得知了这个虚生前 是个杀人犯 死后还这么残忍地折磨 那个小孩子的魂魄 非常的愤怒 能复活他的母亲这种话 都是骗人的 同样在小时候 就失去母亲的医护 能理解那个孩子 想要复活母亲的心 愤怒的一刀 直接砍断了虚的头颅 这一次的虚并没有进化 去失魂剑 而是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地狱之门 从门中出现了一把 巨大的刀刃 直接刺穿的这头虚 然后硬生生地 将这头虚拖入了地狱 这也是当然 斩破刀能净化的 也只有死后的罪孽 生前犯下了巨大罪孽的虚 只有进入地狱的坟